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游可能会有一些花费 既然是自己的成年礼 那就要自主独立的规划和筹划 你定预算的储蓄计划 达到我们的旅游目标 这样的旅游才有意思吗 对啊 我也这样觉得 傍晚我有先列一些 我们需要花费的项目 像是机票 住宿 交通 门票 餐费 还有纪念品 也先抓一下大概的花费 机票还有出宿的部分 我们要上网看一下 目前的房价来决定一下预算 太好了 那我先来查航班资讯 你看这家航空公司超便宜的 来回涨6000块 那最佳大概就9000多 我觉得机票 我们就抓个8000块的预算费好了 你觉得呢 好啊 那我来记录一下 接下来我来查一下住宿资讯 上次我妈说 她同事看到有人写 新加坡的旅游住宿相关资讯 我刚查 有一些青年旅馆的评价都还可以 我们住青年旅馆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只要安全清洁还有CP值在中等以上都可以列入考量啦 太好了 那我们就先估算每个晚上3000块 总共三天的住宿好了 嗯 好 那你看一下我们估的经费有没有要调整地方的啊 嗯 我觉得很可以耶 接下来就要想办法存到这笔钱呢 我们预估啊四天三夜大概要花2万块钱 离成年还有一年的时间 那我们就先抓半年大概200天来算好了 留半年的缓冲这样比较保险 嗯 我这个数学专家的立场也是这样觉得哦 哈哈 数学专家咧 那请问一下数学专家 我们可以用什么数学公式来存钱啊 我们可以用高斯的连续加法求和理论来存钱呢 哈哈 那是什么挖沟啊 就是和等于首相加末相乘以相数除以2 也就是呢 如果第一周我们存10块 第二周呢 我们存20块 第三周存30块 以此类推啊 推到第52周 就可以存到13780元 哎 那我们还是存不到啊 200天只有28周又4天耶 哎 数学专家 换一个方式吧 嗯 好吧 我觉得还是实际点用天天存钱法好了啦 两万元除以200天每天存100元 这样会不会有困难啊 嗯 我觉得很OK哦 我妈每天给我200元零用钱 等于每天好好的存一半起来 半年后就可以出国了耶 亲爱的同学们 你是不是也对旅游心动了呢 可以试着写下自己的旅游规划 跟每天可以省下的花费 借由储蓄来完成自己的梦想哦 See you Setting Можно spann jo row 为别忘记 olmaz enjoyable 给我 我们很常游 disagree 吧 还有